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财经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中国房地产市场似乎仍在经历寒冬 中海地产和远洋集团都发出了巨额亏损的预警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另一方面,中国恒大集团的创始人因涉嫌证券欺诈被中国证监会罚款 并被终身禁止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这起案件揭示了中国房地产行业深层的问题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监管机构对于违规行为的严厉态度 再来看看中国的富裕家庭 胡润报告显示 随着中国经济面临挑战 富裕家庭的数量和财富都在下降 这一变化发生在中国政府推动共同富裕倡议的背景下 意味着中国的财富分配和经济结构可能正在经历重大调整 此外,香港股市因企业盈利疲软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忧而下滑 显示出市场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反应 最后,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积极的动向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计划培育一流的券商 以增强股市实力 阿里巴巴调整其食品杂货业务和马先生的领导层 预示着可能的业务调整 同时,腾讯在转向高利润领域后 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惊喜 在汽车行业方面 本田和日产将联手合作开发电动汽车技术 而小米则计划推出其首款电动汽车SU7 这些都显示出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的财经新闻 中海地产警告称 由于中国房地产销售没有好转 2023年将面临巨额亏损 南华早报 中国开发商远洋集团预计 由于中国内地房屋销售的暴跌 2023年将再次报告巨额亏损 该公司预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年度亏损 将达到200亿元人民币28亿美元至230亿元人民币 而2022年的亏损为159亿元人民币 远洋集团将亏损归咎于房地产市场的放缓 利润率收窄和物业项目减值准备增加 该公司今年前两个月的签约销售额为20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的84亿元人民币下降 中国恒大创始人被指夸大收入7800亿美元 纽约时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说法 陷入债务违约的中国恒大集团涉嫌证识诈 并在两年内夸大其收入超过780亿美元 该委员会指责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做出决策 并组织欺诈行为 许家印被罚款650万美元 并终身禁止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尽管是中国最大的开发商之一 恒大的崩溃是由于可疑的会计处理和监管不利 它将收到的房屋款项视为收入 尽管并未建造这些房屋 恒大的主要内地子公司恒大被罚款5.8亿美元 胡润报告称 中国富裕家庭的财富和人数正在下降 南华早报 中国富裕家庭的数量在15年来第二次下降 因为该国面临经济挑战 根据胡润研究院的一份报告 2023年拥有600万元人民币83万3484美元资产的中国富裕家庭数量下降了0.8%至514万户 拥有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下降了1.3%至208万户 而拥有超过1亿元人民币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下降了3.8%至13.3万户 拥有超过3000万美元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也下降了4.5%至8.8万户 这一下降发生在习近平主席通过他的共同富裕倡议寻求解决不平等问题之际 香港股市因中国企业盈利疲软而下滑 南华早报 由于企业盈利疲软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忧 香港股市下跌 恒生指数下跌0.6% 科技指数下跌1.1% 上证宗旨下跌0.1% 吴希耀明康德因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对2024年的业绩给出了悲观的预测 引发野村证券何高盛的分析师下调了其股价目标 无锡生物制药和阿里巴巴也出现了下滑 小米稍有回落 电动汽车制造商小鹏汽车在财报公布前下跌了3.8% 理想汽车下跌了8.3% 在美联储会议之前 市场情绪仍然谨慎 中国的券商屠夫监管机构将培育内地投资银行 南华早报 中国新任证券监管机构负责人吴清公布了一个计划 培育10家一流券商 其中2-3家将能够在2035年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公司竞争 此举备视为增强中国9.4万亿美元股市的方式 该市场一直受到一流券商不足的制约 被称为券商屠夫的吴清负责重塑中国1.5万亿美元证券行业 以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阿里巴巴调整了其食品杂货业务河马先生的领导层 这可能意味着潜在的出售 日经亚洲 阿里巴巴已经任命了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来负责其河马先生杂货部门 这引发了对该业务未来方向的猜测 此举引发了人们的猜测 阿里巴巴可能计划出售杂货部门 因为阿里巴巴董事长蔡崇信曾表示 实体零售不再是公司的核心关注点 据称 这次潜在的出售 是由于在竞争激烈的杂货及时配送市场上 难以实现可持续盈利 有报道称 对河马先生的报价在30亿至40亿美元之间 腾讯可能会在利润率和股东回报方面 带来惊喜 彭博社 腾讯第四季度的销售增长可能较慢 但由于转向高利润领域 如迷你游戏和直播视频 利润率预计将超过市场共识 这家中国科技巨头 还可能通过股息或股票回购 增加资本回报 腾讯股价在过去两个月上涨了6% 人们对其股价的追赶感到乐观 根据彭博社的估计 该公司第四季度的销售额 预计同比增长8.6% 而净利润可能下降69% 在受罚和终身市场禁令之后 对于许家印来说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南华早报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恒大集团 被中国证监会罚款42亿元人民币 和5.834亿美元 该集团创始人许家印 被终身禁止进入资本市场 该公司被指控在崩溃前虚报收入 恒大还被香港一群债权人告上法庭后被命令解散 恒大有超过1200个不同阶段的项目 离岸债权人要控制其内地资产将会很困难 尤其是考虑到交付160万套预售房屋的优先级 中国指控恒大涉嫌780亿美元的欺诈 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之一 彭博社 中国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 成为历史上最大金融诈骗案之一的中心人物 该开发商的在案单位在其违约前两年 通过提前确认销售收入来夸大其收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该单位处以5.81亿美元的罚款 这可能未对许家印提出更严重指控铺平道路 这些指控是对许家印的最新打击 他曾是亚洲最富有的大亨之一 负责管理涵盖房地产到电动汽车的庞大帝国 预计中国将在3月份保持基准贷款利率不变 雅虎 根据路透社对27位市场观察员的调查 预计中国人民银行PBOC将在周三保持基准贷款利率不变 所有受访者都预计 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将保持不变 LPR通常适用于银行的最优质客户 每月由20家指定银行向PBOC提交建议利率后计算确定 为什么激烈的竞争对手本田和日产现在要联手合作 澳洲ABC 日产和本田将合作开发电动汽车EV技术和汽车智能化 以赶上该领域的竞争对手 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在开发EV方面进展缓慢 而是更专注于混合动力车辆 这一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两家公司在生产EV方面实现规模经济 因为他们面临着特斯拉和中国制造商比亚迪的激烈竞争 该协议可能包括引入共同动力系统 联合采购和共同平台的开发 气候披露 该地区需要更多教育和最佳实践交流 南华早报 亚太地区的公司需要教育与供应商合作和最佳实践交流 以满足日益严格的气候披露要求 全球范围内的公司都将需要指导 以便根据温室气体协议GHGP制定的分类框架 适当披露其探足迹 该协议是计算排放的所有现有标准的基础 独立标准委员会的首任主席亚历山大 巴森表示 该委员会是GHGP的决策机构 负责批准和改进该协议的标准和指导文件 较少的项目更加谨慎 中国风险规避的私营企业开始反击 南华早报 中国的私营企业正在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 原因是付款延迟 需求放缓和产能过剩的复杂问题 信用保险公司和风险管理公司Colfes的一项调查发现 62%的受访者报告了逾期付款的情况 比去年的40%有所增加 在受访者提到的财务困难原因中 竞争加剧是最大的因素 其次是需求放缓 2023年建筑行业的付款延迟平均为84天 房地产开发商仍面临财务压力 中国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国有企业偿还欠私营企业的债务的压力 然而三角债问题仍然存在 即延迟或部分付款导致公司彼此负债 平均付款延迟从2022年的83天下降到2023年的64天 表明现金流状况有所改善 但公司变得更加风险规避 并采用更加限制性的付款条件 英伟达加深与比亚迪的合作关系 利用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对人工智能的需求 日经亚洲 英伟达已扩大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合作伙伴关系 包括AI训练、自动驾驶和车载计算 英伟达将向比亚迪提供其Drive4车载计算芯片平台 该平台使用了该公司最新的AI芯片Blackwell 用于AI和自动驾驶应用 该合作伙伴关系还将扩展到工厂规划 比亚迪将部署英伟达的AI基础设施来训练自动驾驶的AI模型 并使用其Omniverse 3D图形平台来改善购车体验 其他几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也同意采用英伟达的Drive4 用于其下一代电动车队 解码中国朝着电动汽车主导地位迈进 德国之声 中国电子制造商小米计划于3月28日 在中国发布其首款电动汽车SU-7 该车将直接与特斯拉和保时捷竞争 基础价格为33,000欧元、36,000美元 与特斯拉Model 3相当 不到保时捷开抗价格的三分之一 SU-7的最高时速为265公里 小时,最大续航里程为800公里 小米CEO雷军表示 公司的目标是打造一辆与美国和德国竞争对手 相媲美的梦想车 小米主要以智能手机和家电闻名 但与其他中国电子公司一样 它正在扩展到汽车行业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国 并在电池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使得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上具有强大的地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